在最高峰时期,一只创业板壳卖3.5亿元,曾经有过一个老板问我值不值价,现在做壳是咪真是赚到那么多钱呀? 这名老板是有名的几位向下炒大师之一,手上还有两只壳,不过近年很少做事,已经out out的,才会有此一问。 不过,他闲闲地有几十亿元身家,那么又使什么工作呢?因人脚换下半世好过啦? 其实,所谓的3.5亿元一只壳,不过是100%计而已,如果持75%,只需2.6亿元。 如果分几期付,第一期不过是几千万元,大部分都可以借回来。 拿到第一期股票后,炒一转,沽清股票,已经足以找清第一期数啦,至于第二,三期,长命债,长命还,还可以按学找尾数,十万总裁计可以玩。 难道真是有人付足3.5亿元,去买一只壳吗?我有3.5亿元,都去换第二科啦,怎么会用来买壳造装呀? 这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买壳究竟值不值呢?又或者是,用3.5亿元买一只创业版? 究竟能不能把这不前赞回来呢?炒壳如炒楼都视为升值。 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回答那名老板的你买一间屋回来。 每年收租回报率是三厘,你能不能收租收回买楼的钱呢? 这当然不可能,买楼是买资产,收租是净利润,业主随时都可以买出资产。 套回现金,买壳就是这种换意你每年集资回来的前只要足以支付买壳的利息。 这不交易便有利可逃了,佳因把壳出售,随时可以套现,收回成本, 在这十年,壳价日日上升,借钱买壳的人赞到盘满撥满。 然而,这三年来,学买不出去,不小庄家的资金链断裂, 付不出美期,利息,学有卖不出去,都咪说不大祸。